好 今天是這個白豆干 對 好 那我們先做這一道就是乾絲 那在淮洋菜裡面 這個其實是一個很家常的菜 但是它 你看它的食材很簡單 很便宜的東西 可是待會我們的熬煮它的湯頭 是不容易的 所以我們常常講淮洋菜 很重要一點就是它的湯 常常它的湯頭比它的食材還貴 沒錯 原因就是 你可能覺得這個食材很便宜 但是你吃下去之後 你卻發現到它富含了 很濃郁的一個口感在裡面 這就是很有內涵的一道料理 好 那我們就把它切乾絲 那乾絲這也要有一點點的刀法 那切的時候 盡量把它片成薄片的方式 這個刀工真的是很了不起 所以我覺得這已經不是0.1了 我覺得0.1以下 而且我覺得很可怕的是 因為每一片都這麼平均 因為這個其實在我們的環洋菜裡面 刀工也是一個很 是 它很講究的一個手法 其實你切薄 待會切成絲的時候 我們在煮的過程當中 您在吃的時候 你待會感受一下它那個口感 完全就是你不會感覺到 在吃豆干的感覺 你反而會覺得像吃豆腐的感覺 然後我們今天用的是白豆干 白豆干就是有一個好處 它不像五花豆干一樣 五花豆干它就是 有調味了 對 它已經是有 它的顏色也好 或者是它的味道也好 都已經是有經過調味的 就比較不適合來做 我們今天的這一道料理 那為什麼不用豆腐做呢 不行 你就是喜歡耍刀工 不是 因為豆腐做的話它就會 它比較會散掉對不對 對 那豆干它畢竟比較那個 就是說嚼勁不一樣 而且它可以待會也會吸收 那個湯汁的一個味道 我第一次看到人家 這樣子在切豆干 切成這麼薄的薄片 反正每次大師兄來 都可以帶來這個 讓人家非常驚奇的 這個視覺效果 就是淮陽菜還有一個 就是他們不管是這個乾絲也好 還是說菊花豆腐 紋絲豆腐 都是一樣的意思 他們就是很講究這個 刀工的部分去做一個展演 展示 就是它把簡單的食材 把它變成很容易的時候 就變得很漂亮的時候 一方面除了味道以外 更重要的一點就是 可以提升這個菜的一個質感 它的價值也會比較容易體現 好 我們有了乾絲之後 我們來切一點肉絲下來 放一點肉絲就好了 其實這一道湯最重要的 還是在乾絲 可是大師兄 你切肉絲 為什麼人家都要強調用那個 指紋的橫紋 要用橫紋 可是我覺得你切下去是指紋 指紋 為什麼 因為你指紋切的肉絲 在煮的時候它比較不容易斷 可是會不會很老 不會… 這是我第一次看到 因為我們通常學料理都是說 肉絲要切橫的才會嫩 沒有…切橫的你很容易就碎掉了 你看它這樣一絲一絲的 是 你等一下順著它就這樣切 還要切絲 對 它就會… 好吧 那就沒多大差別了 對不對 它就會… 等一下煮下去 它就會一絲一絲的 很容易… 有沒有 真的好特別 因為切得很薄的薄片之後 還要再切很細的絲 對 好 那我們肉絲好了以後 然後我們來準備來做一點 把火腿絲再切一點點 因為火腿很重要 在這道料理它是一個靈魂 好 我們今天準備一個家鄉 一個精華火腿 可是這個火腿不需要去泡水啊 還是說汆燙都不用 不要…我等一下就直接 把它煮到湯裡面 真的切得好薄喔 對 好 這道菜很簡單 但是就是那個味道 掌握好就好 是 我覺得是一道 不僅有溫度 有深度 也有它厚度的一道料理 是的 好 這樣好了以後 我們來打一顆蛋清 抓那個肉喔 對 一點點就好 不要太多 好 那筷子把它拌一下就好 好 帶一點拍白粉 它表面才會有一點滑滑的感覺 你等一下吃起來就比較冷一點 那你少了這些因素 去跟它做結合的話 你等一下會加熱的過程當中 它就會變得很硬 很老 難怪說你說切紙紋沒有關係 因為我們家的蛋清 也加了一點太白粉 對 好 這樣好了 來 好 那我們大概這個油 油溫的部分 我們不要太熱 因為我們這個油裹粉 如果你那個油溫太熱的話 反而 粉會硬掉 它會整個黏在一起 所以我們這個時候就可以下來 其實有點像過油一樣 用油的方式來把它 溫油的方式把它拉開 它慢慢的油溫再熟了 這時候私爐火也不是很大 對 就慢慢的 剛剛好可以 這個溫度剛好很好 我們就是要這樣的溫度 飲一下太熱 它那個肉變老了 反而不好吃 好 這時候可以關火了 我們把它瀝出來 感覺是粉粉的 但是等一下我們在煮的時候 它就整個就 很好 其實也已經熟了對不對 熟了 好 然後我們把剛剛的火腿丟下來 好 油鍋裡面 就只有一點點剛剛的油 對… 我們不要再加油了 它這樣的油是剛好 利用一點點的鍋子的溫度 把這一個火腿 因為我們這火腿是 沒有在處理 市場買回來的時候就是這樣 讓它會有一點點 要邊香 邊香 對 那個香氣出來 好 那我們把剛剛熬的這個湯汁 把它倒下來 好 那這個湯裡面 到底有哪些東西呢 我們這個湯裡面放了那個火腿 還有金黃火腿 跟我們的雞肉跟排骨一起下去熬 所以這個湯非常的鮮美 還有瑤柱 對 就是所謂的干貝 對 所以熬了兩個鐘頭之後 對 而且不是用一般的雞骨頭 對 是用一些雞翅膀 是… 因為它又有膠質嘛 所以不像一般我們用雞胸骨而已 不是這樣子的 因為這個湯呢 你如果要蹲要蹲兩個小時 是 好 那因為要煮乾絲 所以我們把剛剛切好的乾絲 就直接倒下來沒關係 是喔 對 好特別 給它一點時間 對 給它一點時間 去煨它是不是 對 這就是 煨其實就是我們上海菜 江澤菜很重要的 很常用的一個手法 其實你發現到 這樣子煨出來的乾絲 它會吸收它的一個整個 雞湯的一個味道 大概要煨多久 要煨到汁收嗎 收一點點 它會一直吸 吸到 待會兒我們看豆干 你看我們現在豆干乾絲 現在其實是很 就是一般這樣子 可是待會兒 它會吸了以後 會稍微膨脹一點點 對 吃起來就很美味 這時候倒下來肉絲就可以 遠遠看以為是麵耶 對啊 你有沒有發現到 它的乾絲有點膨脹了 跟剛剛的 硬硬的不太一樣了 它就是軟軟的 它就是把水都吸進去 吸進去 這個很好吃 所以它有一點 雖然沒有辦法完全還原到 所謂的豆腐 但是它吃起來的感覺 可能有一點像豆腐 對不對 就是非常的嫩 那我剛有問我們大師兄 為什麼不用豆腐 因為豆腐會散掉 對 但是我們用乾絲 然後用剛剛的這個高湯 來煨它的話呢 就是它的口感 會介於豆干跟豆腐之間 好 我們加一點點的鹽巴 妳要試吃嗎 當然要 他怎麼問得那麼小聲 妳先幫我吃吃看這個 湯汁 湯汁跟這個豆干的軟度 夠不夠 好 好甜喔 就 豆干的 對 我來吃看看它這個 豆干 我想應該不會像豆干 我覺得好特別 我覺得它這個 而且很酸口 對 它這個豆干 吃起來又有點像 有點像蛋 就是煮的 對 蛋絲 這就是豆干最美的一個 很棒的一個地方 好 這是我們今天大師兄 帶來第一道的這個乾絲料理 對